严承旭公开认爱,林志玲尴尬回应,好像不是我 原标题,严承旭日本甜蜜认爱林志玲听闻一度尴尬,好像不是我 林志玲,图片来源,台湾中时电子报 中国台湾网11月16日训林志玲与严承旭情缠16年,两人去年还被拍到在马来西亚饭店密会,被外界视为是世纪复合 不过这段感情最后似乎不了了之,林志玲之前以一句没有恋情,宣布自己单身中 据台湾中时电子报报道,严承旭上个月在日本写真书发布会上,突然认爱,感谢女朋友在拍摄现场的陪伴 林志玲昨晚,十五日,出席澳门圣诞点灯活动,当然也被问到这个问题,让她一度笑得尴尬,用粤语回应好像不是我 严承旭上月在日本认爱,突然自曝感谢有女朋友陪伴,但究竟女朋友是谁?严承旭就没有多做回应,只留下一个神秘笑容 而昨日林志玲穿着一身性感装出席澳门活动,现场就被媒体问起严承旭后中的女朋友是谁? 据港媒报道,林志玲听到这问题,一度尴尬傻笑,并用粤语回应好像不是我,接着祝福并恭喜严承旭 虽然林志玲今年恐怕也要单身过圣诞,但她看得很开,笑称现在很享受一个人生活,可以有独处的时间,同时也期待两个人相处的时候,但抢求不来,要看缘分 中国台湾网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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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突然公开认爱女朋友 这次言程序的写真书主题是约会 在东京各区拍摄多张女友视角的照片 每张看起来都很投入很甜蜜 还有一组躺在床上笑容慵懒的照片 仿佛真的和女友在约会之中 发布会上 言程序主动分享拍摄期间点滴 更主动爆料 最感谢是女朋友拍摄期间的陪伴 让拍摄工作疲惫一扫而空 那你 这样的说话居然会出自言程序的口 出到多年对感情是低调神秘的言程序 这回这么大方认爱 消息传回来许多国内的粉丝都占了 但据说现场的媒体追问她女朋友是谁的时候 她只留下一个神秘的笑容 并没有回应 所以这是公开认爱的前奏吗 但是 言程序认爱当日 智琳ins上传的是在纽约拍的照片 所以女朋友不是智琳吗 去年两人被拍到一起健身的照片 传来世纪复合的消息 虽然两人没有正式承认复合 但是智琳也说了 请大家多给点空间 也算是正面回应了 后来 结果到了4月 林智琳接受采访时 却用了4个没有回应传媒 没有怀孕 没有结婚 没有去巴黎岛 没有恋情 6月份智琳上小S的新节目时 也公开表示过 已经又恢复单身了 也就是普照天同庆的世纪复合 正式告吹 结果到了4月 林智琳接受采访时 却用了4个没有回应传媒 没有怀孕 没有结婚 没有去巴黎岛 没有恋情 6月份智琳上小S的新节目时 也公开表示过 已经又恢复单身了 也就是普照天同庆的世纪复合 正式告吹 从传除复合到爆料怀孕 甚至到否认结婚 几乎都是林智琳这边在表态 林智琳的好友表示 十分心疼智琳 因为严成旭在这次复合之后 还是我行我素 动不动完失踪 只有林智琳饱受压力 独自面对传媒和公众 身心疲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